各位大家晚上好 我是跟大家一起 有美食的凤伟与小云 今天咱们去吃一家叫苏苏饭 也就是一个酒吧类型的小餐馆 那跟着小云来吧 那我们今天就坐下来了 这家店呢是 前一阵的文国华一家网红店 开的姊妹店 这家店最近也特别晃 人家在小红书上就是一顿吹 所以我想来进来看看 这里边比我想象的大 但是现在还没有人 因为我们来的比较早 大家都在外边 因为今天天好 都坐在了外边的pattio 环境倒是就是很古朴的 小boutique的那种小店的感觉 我们的第一道小菜上了 他们家也是family style 就是大家分餐的这种 所以都是各在一起 然后第一道菜呢 又是队友看见章鱼鱿鱼走动道 这是一个炸的鱿鱼圈 上面还有花刀呢 底下我估计是牧场酱 或者是孙黄瓜酱 然后上面还有点那个鲁鱼 它叫醉鱼 应该就是香菜吧的一种 茴香 茴香 茴香的一种 这个我就尝尝 这是pico的酸 这个应该是腌过的酸甜椒的那种 我来尝尝一口吧 闻着好香啊 但是 这是猪鱼猪鱼的炸鱼鱼 这酱还可以 那还行吧 他们家呢 是叫酒吧嘛 但是他们家其实他说 是一个叫natural wine的酒吧 就是主打的呢 就是natural wine natural wine是什么 我以前说过 就是它不是白葡萄酒 也不是红葡萄酒 它是用酿造红葡萄酒的方法 酿造白葡萄酒 就是瓶和粉一起 所以它出来的酒呢 既不是透明的白色 也不是像红葡萄酒的那种红色 它里面会是橘了白葡萄 就是脏脏的那种颜色 然后它的酿造方法也是 就是像咋办平常喝的酒 不管是多贵的 多便宜的 它用的酵母一定是商业酵母 因为它为了保证 它酒的品质的一致性 不会拿来一个酵母影响它 如果是organic natural的呢 它会用它自己的天然酵母 但天然酵母呢 就不能保证 每一批的质量是一样的 因为它酵母的发酵过程 是不能护的 所以就跟开盘盒一样 就每一瓶酒 可能它就算是一年出来的 一批不到出来 它每一瓶的味道也都是 不能保证是一样的 所以还挺有意思的 那我的第一杯 我本来想直接点 点范茵的 但是想说 这个西北酒看起来还不错 它有两个是勤酒做鸡酒的 我点的是其中的一个 里面有 lemon juice 柠檬汁 然后特别多的是 它有 芒果的奶 它上面写的是mango milk 我就觉得好神奇啊 有mango的芒果的奶 那我把这个小青鸣钻进去吧 尝一尝 好喝的 真的有一点点奶味 所以有一点 怎么说应该芒果味的 喜乐 养得多 这那种味 然后酒味还挺浓的 然后还是清爽 我不是说加的奶就不清爽 这个还可以 有意思 我们今天的一个小菜 就是很小的一个菜 它是今天的主厨推荐 是一个鸡 对 鸭心的串 它说是有苹果 我觉得有苹果 然后有鸭心肯定的 我看不出来哪个是鸭心肯定 对 就是白萝卜做的泡菜 我来一口啊 好豆呀 哦 它这还是炭烤 哦 苹果好吃 看苹果有苹果的香味 苹果有苹果的香味 但是炭烤的会有炭烤的香气 它外边包的这一层是啥呀 好吃吗 我来一口这个鸭心了 我吃到鸭心了 这还是我的鸡子就是烫烤的烤鸭心 一般都是火鸟的鸭心 不错 这个真的不错 我来一口 它有荔枝的香味啊 荔枝 海香果 喝这个好香啊 又香又甜 但是就是还不是那种小甜水 因为它这个 它那个酒 我一直都不知道怎么念啊 那个酒 但是那个酒一般是我不会喝的 那个小甜水的酒 但是这个不好 这个好喝 这个好 这个好 要这个 我的第二杯上来了 你看这就是我刚才说的Nitro Wine 你看它就不是那种特别透亮的白葡萄酒 也不是红葡萄酒 就是一种发橘色 其实它有两个名字吧 一个是叫Nitro Wine 一个是叫Orange Wine 因为它就是一个橘色的酒 因为它是带着皮的 所以就没有那么清凉 然后我来尝一尝啊 一股荔枝味 好浓的荔枝味 好香 就是很顺的 但是又有点丹宁 因为葡萄酒的丹宁主要是在皮上 如果是白葡萄酒 它是没有丹宁这件事的 因为它是把皮拿走了之后 酿白葡萄酒 所以它这个是加了皮就不一样 然后我们来下一道小菜上来了啊 是白芦笋 因为春天呢是白芦笋的季节 然后餐厅做白芦笋的也比较多 然后它上面就是一个 把皮削掉的白芦笋 然后上面应该是一个鸡蛋沙拉 然后还有小的 哦 应该是甜的 小生核桃之类的这种东西 来尝尝一个白芦笋 来一口那个酱 好脆 我是买皮帮的还是有帮助的 因为就算是季节的白芦笋 我还很少吃到好吃的 哎 它这算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白芦笋 把皮包了 它是会比那种青芦笋更脆 就是更饱满 就是更像水果一点 纤维感比较比 没有那么强 比起青芦笋 我们这个一道甜菜 但其实已经是热菜了 然后它是一个叫沙锅 叫春季沙锅 其实现在都快夏天了 里面呢是有青豆 有培根 还有点沫耳 和芝士 你看啊 哦 这不是沫耳 是羊肚菌 它最近真的是羊肚菌的季节 小花不知道是啥 然后青豆 羊肚菌和芝士 这些是我爱吃的 好 来一个羊肚菌 闻着 我觉得是香的 对我刚才说的这么丑 就是芝士 好 来一个 好 来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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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我们的一道 另外一道热菜 是黑雪鱼 黑雪鱼 是我在北美最喜欢的那种 就是因为很肥 又味道很丰富的那种 它是烤的 你可以看到 这个烤锅的馅 我怀疑它也是炭烤的 好 尝一口 加上一点它那个酸 腌过的菜 黑雪鱼的味道一般 但是这个酱 是冬英宫酱的那种 就有那种柠檬草 然后还有酸辣的这种味道 就是这个酱 这个酱真是我的大爱 这个好吃好吃 鱼一般酱好吃 那我们这顿饭就吃完了 在加小费之前 138 你看完小费给了12% 然后差不多150 150多少钱 600 700块钱人民币 然后一个人300多 就还好吧 就是一个特别适合 闺蜜小酌一下 吃的也不是特别多 然后就是每一个都很精细 酒也不错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这顿就吃完了 下顿见吧 谢谢大家 吃完了 这个酒 是个酒 都不是睡觉 吗 别担心